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先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老吴的设计工作室 我这边有很多的所谓墨子学院工艺课 就在讲一些设计的事情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现在分工太细了 比如说有一般设计有什么 有商业设计,有工业设计 还有广告设计,还有平面设计 还有什么什么意大利设计 都要讲到一个设计 设计英文叫Design Design这个字的自根,自圆 希腊文里面Design的意思是怀孕 怀孕的意思 设计怎么会跟怀孕有关系呢 因为它要经过什么 经过灵感、构思、酝酿 酝酿,就是怀孕 不是一下就可以做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设计要怎么教呢 有的人讲是设计不能教 其实不是设计不能教 是创意不能教 创意是什么 有的人是天生的 那有的人所谓天才嘛 创意家 那有的人是要靠后天 后天训练的比较比较比较多 趋于什么 降、降、降者 就是工匠 工匠的那个 就是像你比如说你鲁班 或者这些木匠什么 他是以方圆规矩 无规矩 无以成方圆 就是这样用规矩用工具 但是这工具也是人创造发明出来的嘛 但是方根源是原来这个自然界就存在的东西 只是人类用工具来规划它 所以就这样而已 所以工具就是所谓的设计 而那些自然物 这些造型 其实是天然就有的 那所谓的设计就是指的这 我们用人工的方法去模拟这些自然界就有的东西 比如说曲线、直线这些东西 数学也在讲曲线、直线、抛物线、双曲线等等等等 还有那个解析几何、平面几何等等等等 测量学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其实这个所有的东西 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是 不管什么自然科学 什么人文科学 什么什么科学 其实它是相通的东西 今天讲的设计就是 因为我们看常常有人挂牌的设计 设计师 这个设计师 那个设计师 摄影设计师 什么这个设计师 那个设计师 一大堆设计师 实际上我觉得发现到 其实都是以词亥议 它就能有相通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刚好这边手上就有两本书 这两本书是台湾翻译日本的 这个日本人叫做朝昌子己 台湾翻译者叫做 这两本还是不同人翻译的 而且这两本是不同公司出的 一本是北心图书的 另外一本是龙溪图书的 另外一本是龙溪图书的 都是这个作者 都是日本人 都是翻译着日本这个朝昌子己 这个人 这个人应该是大学教授吧 那他这两本书是这样 这本叫做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 这个fundamental problems of creating in the two-dimension space Two-dimension就是二D的 二维的设计 二维空间的设计 那这一本叫做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 刚刚那个也是艺术设计 艺术跟设计的立体构成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跟刚才那个一样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creating in the three-dimension space three-dimension就是三D 也就是xyz轴 这两本书 那当然所谓的平面设计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广告设计 这些玩意儿 这些图案这些东西 基本上学校的那些美术书上也都有 这些东西 设计一些平面图案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立体设计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工业设计造型设计 这些东西雕塑 这些东西都是陶瓷也属于雕塑了 但都属于这一类东西 3D的就是xyz轴 还有建筑物 这上面举的例子非常的多 所以这两本书都是挺值得一看的 大家那个不一定要专业的人 你平常平常人也不要 不要把它当课本来看 我曾经讲说过 我说我在无聊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本很厚的 那个生物学 这么厚的生物学看完 动物 那个基础动物学 那本书这么厚 那个学校可能要学三年还是几年 非常厚 那么厚 里面什么样的动物都有 但是我每天 我只要有空我就翻 有空我就翻 里面很多图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你想要了解 小的时候想要了解 不可能有人教你的东西 而那个在大学的课本里面是这样 它是一本课本 很多人可能读大学 不管是读兽医系 或者读畜牧系 这一类的 或动物系 生物系等等等 恐怕那本书 他只应付考试 他只翻了几页 就考试那些页 但是我是从第一个字 看了最后一个字 全部看完 什么弹图鱼 什么有四个眼睛的鱼 什么各种各种 没有奇怪的生物 都在那个书里面 那实际上 那本书叫什么 普通动物学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那个在书架上面 曾经想介绍过那本书 非常厚 跟砖头那么厚 还是一个瓶装的 那其实那东西就是 你如果把知识当作是一种娱乐的话 你平常就可以看 你不限于说 一定要读到大学研究所 你才去读那个书 那实际上 那个知识永远都在那里 看你去不去接触而已 那今天讲的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今天会想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里面的这些立体构成 包括你做的 现在看到的汽车 脚踏车 摩托车 还有雕塑 还有什么什么 工业产品 商业产品 沙发椅子 什么 所有的你能想象得到立体构成的东西 这上面都有 还有建筑物 它这里面都有 都有讲 都有分析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的 你要构成 比如说船 船支这边还有 船支 帆船 那这里面 甚至于这本书里面还有 还有这个飞行伞 飞行伞 在这里 那我 这就是我的飞行伞 就是飞行伞 它用的图片非常之多 结局的图片非常之多 但是它你要讲这个设计 你一定要讲到一个原理 这边就有几个 如果你这个原作者 它显然是博览群集 这个部分我曾经讲过 蝎子蝎块 拼板蝎块在这里 这个我很意外 我有一集我特别讲了这个东西 没想到 它在这个书里面就有收集 所以这个人 他的阅历是非常之广 那个木板 包括模具 模具也是用 用那个木工的那个技术来转移的 塑胶模具 精密模具 它这里面的拼板方式 我就曾举例过在这里 所以这样一本书 如果你仔细看 或有人指导你来看的话 你获益匪浅 所以这种书 你看 就有不同的人翻译 然后有不同的人 帮他这个 不同的出版社 帮他出版 这里面举的例子 我这边 都有单独的书 也就是这个人 这个作者 他涉猎非常之广 所以他能够收集 包括这里 这个木工的这个笋头 笋毛结构 他这里也有 关于笋毛结构 我曾经有专辑讲过 好像讲了两集吧 对阶 斜阶 侧阶 怎么样阶 有好几种阶法 他这上面举了一些例子 举了一些例子 那我另外有专书 因为你 他这个书的目的 只是要引导你进入说 你如果想要研究这个结构的时候 你就可以参考哪些哪些书 他这边参考书母也有 但是因为我这边有专有专注 那这本书是一本通论 我看了以后 我发现到日本人实在是 非常之 非常之令人钦佩 你看像这样的书 这就是笋头 木工的笋毛结构就在这里 所以这本书叫立体构成 他并不是说要专门要 他只是告诉你说 这些结构是怎么样做的 就像说我们有个习惯 就是说看到有工地 或在施工或干什么 我们会驻足在里面观看 看看他怎么样做 那这种习惯就是一种好奇 好奇才是真正设计 研发的那个基础就是好奇 如果你不好奇了 你觉得哎呀那些都是工人 在出工在做的事情 你觉得没什么 可是那些技术就在那中间 就在他操作中间 如果你在旁边旁观的话 你可能就吸收到了 像这本书就是一个典型 你要做家具 你要他怎么样结合 刚才已经讲过 是笋毛结构 另外还有五金键 用五金键的结合 这上面也有 另外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有伸缩或怎么样目的 这上面都有 所以这种书子非常之精彩 这上面连五金结合件他都有 那一本书里面可以算是包罗万象 包括织品 织品是怎么样子结构 像比如说我们打毛衣是怎么打的 那个网子是怎么结的 这些东西 这上面都有 那另外我另外都有专书 我都介绍过 如何结网如何做梭子 这就是我吴忠臣DIY的课程 这边拉链 还有一种结 我曾经讲过 海军用的 航海用的很多的结 我说来这边两天一夜 我就可以教你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是我的老本行 在这里 机械结构 齿轮的传动 这个在机械系里面 有一个叫做机构学 或者叫机动学 mechanism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讲 传动 传动技巧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以前的手表 电子表之前是机械表 是齿轮传动 或者以前我们家里的钟 也不是电子钟 而是机械 它是那个齿轮 卡塔卡塔卡塔 还有那个摆 那这些东西在现在的机构学里面 还是有 我看了科学 科学再怎么进步的话 这些最早原始的时代 不是原始时代 就是古老的留下来的那些钟 都是机械钟 用单摆 它的动力来自单摆 发条 这些东西全都不会落伍 永远不会落伍 因为它是一种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第一个是动力 发条 或者是马达 或者是其他的动力 那再来就是传动 然后最后是那个主动被动 这些元件 你就会出现了 那机械要怎么样推进 有往复运动 所谓简邪运动 sample hominic motion等等 还有那个旋转运动 什么各种运动 这书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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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书的目的 包括这边有那个滑轮组 滑轮组的那个 你要学驾驶帆船 你要学这些东西的话 你都要学这些玩意 因为它省力嘛 另外传动的 皮带呢 扰性传动 皮带那个钢丝 或者是链条等等等 那最重要的是 徒轮 徒轮跟偏心轮的传动 那这样就可以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变异的那个行动 尤其日本人很多 从那个 日本江户时代 就有这种机械人 人形机械人 到现在日本人 还有复制这个东西 是日本很自豪的 一个 一种东西 那这个 这个 这一本书里面 可以算是包罗万象 它里面是木头结构 齿轮什么全是木头的 现在在网络上 可以看到 有日本人介绍这个 还有一个韩国人 也在介绍这个 那个每一集我都看了 我是觉得说 能够分享人 分享给人家 那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机械 机械虫 机械兽 在这里 它就是用所谓的 四感练系 那个机构学里面 有个叫做 Full Bars Link 四根杆子 连接 那四根杆子 就可以驱动各种动作 这在这上面 你看插秧机 联合收购机 或者是很多的自动化机械 都离不开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你说它是商业设计吗 还是工业设计 还是什么 不要以词害意 它就是一个设计 就说你这个万物静观皆智德 智德 智德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全都是学问 宇宙之下全都是学问 就是看你去探索 就在这个日本人 他厉害就在这里 它这里面有很多的 包括那些什么城市 直接里面 这个书就 厨凡不及被窄 不及被窄 那我们就不一一气数 我只是认为说 凡这个我们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到荷兰看到风车 唐吉科的那个风车 然后风车的 为什么要再用风车 那边转 这样干嘛 发电吗 没有 以前古代没有发电 它那个来推磨 推磨磨面粉 那那个另外一个水车 水车的目的也是 可能也是在充米或磨面粉 等等等 那那些要做这些机械动作 全部要靠什么 要靠机构 这上面都有 我觉得这个非常让人觉得 觉得一个惊叹 这个日本人 他们这些所有工业 会那么进步 以一个做这样子的人 显然他是一个叫艺术的人 一个叫艺术的人 他对这个机械结构 各方面还有科技的进步 等等等 全都有 当然还有什么透视图 什么 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全都是 还有视觉的措施 等等等 凡子种种 立体构成 大家可能都做过 用那个指模型 做过这些立体的造型 等等等 凡子种种 他构成了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 所以我是觉得说 那个 我看到有些人在很多 很多 很多单位 部门 都在标本标榜 他们在教什么 教教设计 或者教什么3D的设计 3D就是立体设计 实际上全都是骗人的把戏 因为真正的设计是什么 真正的设计 这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只是他是纸本的而已 他没有用立体 实际上他已经讲到 很多东西 你要让它是 稳固的结合 或者是 或者是滑动配合 或者是 松动配合 松配合 紧配合 滑动配合 等等等 或者是他相互运动 等等等 这些东西 就是在机构学 那如果说 你一定要到机械系 才能学到这个吗 我不这样认为 所以我认为 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 如果师傅不是土师傅 偷傻呀的话 他如果是一个达人的话 你要想吸收这些东西 像以这本书的作者 他就是一个达人 他能够去收集到那么多资料 而且我那些大部分的资料的单行本 所有单行本的专辑 我基本上都介绍过 我曾经介绍过鲁班索 也就是我们讲的六指连方 十二指连方 也介绍过水卯结构 也介绍过家具设计 介绍过铸造 介绍过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人讲说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东西 我今年67岁 没有白活 仅此而已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有的硬要把各个分工很细 专业分工很细是没必要的 他只懂电子 他只懂电脑 他只懂机械 这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用去分这些东西 就像说我还会做简单的缝纫 鲁冰顺 你请问一下鲁冰顺漂流记 那个鲁冰顺 你问他你什么细的 你什么细壁 他就是一个水手 仅此而已 以上跟各位分享 不要以词害意 也不要自己局限自己 这边有很多活动 从飞行 骑马射箭等等等等 全部的 你如果没有接触 你根本就永远就是外行 那如果你有接触 你就可以亏其唐奥 可能因此让你触发你的灵感 让你有新的设计产品 我常常在想说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想很多东西 有些人什么也想不东西 什么也不会想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目光狭隘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好奇心没有 或者是太小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